明人终于要开启新的模式了 此时灰烈将所有人一同转移到了熔岩空间中 明人立即分出了上千个影分身 他让一部分分身牵制着灰烈的行动 另一部分的分身则是凝聚着仙法螺旋手里剑 左柱看到明人的准备后也燃起了须左能呼 之后拉弓柱剑将雷盾和炎盾一同化成了剑矢 看到明人和左柱搞这么打 柱间也紧跟而上地施展了多重木龙之术 一瞬间上百条木龙便一同向着灰烈攻去 灰烈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他发动八十神空击配合着白眼 使出了比宁次的回天更加高级的防御术 他的身体四周瞬间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屏障 这绝对防御虽然短时间内能够抵御住明人他们的攻击 但只是防御终究不是办法 黑爵建议灰烈暂时到使求空间躲避锋芒 一个黑色时空门在灰烈的上方显现 灰烈快速钻入其中 在到达使求空间后他刚想缓口气 在前方却发现明人也出现在了这里 原来在灰烈打开时空门的同时 明人便让带土带着他的一个分身 用神威一瞳来到这个空间 在进入后带土立即躲到神威空间中进行隐藏 灰烈看到明人冷冷地说道 阿修罗的转生者吗 他的速度居然如此之快 明人对灰烈大喊着来决议死战吧 黑爵一看到只有明人一人 便向灰烈建议就在这里除掉对方 因为只要干掉左鸣之中的一人就不怕被封印了 话音刚落 灰烈的查克拉便猛然增加 虽说现在的明人只是影分身 但他躲闪的速度依旧不容小觑 黑爵他们根本就无法发现异常 一番搏斗后 灰烈利用黄泉笔两板配合着共杀灰谷 终于命中了明人 明人的影分身瞬间化成灰烬散落在地 黑爵见状大笑地表示这样一来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 他们利用黄泉笔两板返回到了熔岩空间 带土一看到他们离开了便从神威中走了出来 使求空间作为灰烈最核心的空间 在这里带土能够通过神威任意打开灰烈的其他空间 曾经他就和小鹰通过这个方法就回了被灰烈放逐的佐助 这一次他基本身处最佳的状态 不再需要小鹰的帮助 他便在灰烈的每个空间都打上了神威的标记 完工后他累得跪倒在地 不禁感慨灰烈真是强得跟怪物一样 居然能在这么远的空间中随意穿梭 不过在打完神威标记后 带土便也能随意在灰烈的空间传送了 画面来到熔岩空间 此时这里已经不见名人的深夜 黑绝见状让灰烈放开手脚战斗吧 一瞬间灰烈的身后便伸出了无数的共杀灰谷骨刺 骨刺如暴雨般袭向了佐助他们 即使是重活仪式的佐助看到这一幕也是满脸震惊 毕竟在前世共杀灰谷对灰烈来说也算是个费力的招数 现在他却能毫不费力的随意使用 不过现在也不是感慨的时候了 要是战胜不了灰烈 那他和名人重活这一世也就失去了意义 大家各自使出看家本领闪避着灰烈的攻击 佐助躲过攻击后从卷轴中拿出了一枚他最擅长的风魔手里剑 并快速抛向了灰烈 在手里剑逼近灰烈时 佐助突然猛力地拉动手中的钢丝线 那枚风魔手里剑瞬间幻化成了无数的刀刃 灰烈剑状向上施展了小型的神空机便轻松挡下了攻击 当他回过头时 一发佐助的须左之剑已经接踵而至 灰烈不屑地一笑 抬起手就要将佐助的攻击融化掉 但融化到一半时 须左的剑矢突然化成一团白色烟雾 明人的身形从烟雾中猛然冲出 他一个迅雷之势便砍下了带着黑爵的灰烈手里 眼看黑爵就要落入岩浆中 灰烈立即将空间切换到了使求空间 黑爵最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他大喊着不可能 明人刚刚明明已经被母亲消灭了 明人一边抓住地上的黑爵 一边笑着解释为了让黑爵他们上榜 戴图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才将他的分身带到这个空间的 黑爵文言怒吼着又是戴图那个善变的家伙 明明只是他复活母亲的一枚棋子而已 在黑爵刚说完 明人便有点生气地将他扔到了半面前 此时班的手中早已准备好了阴阳顿数 他看着像小丑一样的黑爵嘲讽到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 他用两根黑棒禁锢住了黑爵 虽然他知道明人并不想杀掉黑爵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前世被黑爵掏心窝之筹般是一定要报的 他起手结印了六道好火灭绝探考的黑爵 一听到黑爵的惨叫声 灰烈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大量查克拉突然从黑爵的立足之处冒出 这正是陷入无限阅读之人的查克拉 查克拉最后不断地涌入灰烈的体内 不久后灰烈便变身成了卯兔形态